在今天我们所来探访的古镜 就是为当年司马懿所驻军的大英雄 在诸葛亮第六次北伐 率领大军在陕西的武藏园驻扎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三面斗牙背靠大山 非常显耀 这此时它离长安只有100公里 非常近 魏国皇帝朝队非常近方 害大将司马懿起来欲敌 那司马懿的大英雄在哪里呢 与这个武藏园只有一条河 可渭水相对 这武藏园呢 它是在这渭水的南面 来司马懿大英 就在这渭水北岸 这里是千年之前 这两位牛人在这里斗法的一个古战场 历史沧桑 如今这里是变成了很多高楼大厦 在我旁边呢 它是有一个土坡 这个呢就是为当年司马懿的一个顶降台 它也是处于一个悬崖边上 再往前就是为渭水 再往前就是为这诸葛亮的 武藏园 现在呢是已经历经了上千年 虽然这个土坡也是并不大 上面是长满了这个杂草和树木 我们为了找这个顶降台 也是费尽了中泽 现在下面是已经建成了城区 还有民居 可以看到 这两个大营呢 虽然是中间只隔了一条渭水 但是如一看来这差别是非常大 这里是比较气凉 因为在千百年来 这诸葛亮的勇气是越来越大 甚至呢在这个武藏园 还有这诸葛庙 反观这里呢 它是有日常的庙宇 只有这么一个土丘 我们透过历史 仿佛看到司马懿 曾经站到这上面 这里呢也成为了这司马懿 他一生的荣耀 他在这里熬死了诸葛亮 无论是战与不战 他活到最后 这里呢和这诸葛亮的武藏园 都是一样 都是唯一的高处 前面呢是一片的开国地 居高临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司马懿的一个助金打印 还有他的一个 点降台 那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